一日不做,一日不食 工作就是修行,工作是生活的一部分 每一个人为了生活就一定要工作 这些工作就是三合大地的梦 让我们学习精进 而这个世界全是依着自然之道去运转的 春夏秋冬,白天晚上生老病死 我们去接受自然,去承担 不要去生恨,不要去勉强,不要去嫌恶 这就是自然之道 自然而然就能适应,就有平安的绝受 密教大日经,原名大毗卢 折纳成佛神变加持经 重点在加持神变成佛 依四家行法修持身清静 苦清静意清静时 如来的三密和众生的三叶 三密和三叶相应融合不二的时候 成佛神变加持就产生了 什么是真正的传承 密教祖师及毕露遮纳佛 清传金刚撒朵祖师 再传龙树祖师 毕露遮纳及大日如来 除外片名之义 今天行者受清冠或摇冠 与受法后自毁如日光破一切 暗明光明片造 无有内外 是相应之相 这就是真正的传承 四家行是大法 是密教的最基础法 是地基 没有地基就不可能更上一层楼 四家行法包括大礼拜法 四规一法 曼达拉法 金刚心法 密教任何一个法门 上是相应法 本尊法 金刚法 无上命 大圆满法 大手印法 大圆圣会法 大威德法 君位的四家行法 要得到真佛中的传承有三 一 清授灌顶 二 通信摇灌顶 三 在各地四堂同修会 如此便得到真佛中的传承 圣尊曾经开示 因为真佛是一种内在的智慧觉悟 真佛无形 真佛横柱 真佛无名 真佛真净 真佛自然 真佛灭盘 真佛无上 真佛大神 真佛大明 真佛无等等 真佛无贪称痴 真佛无烦恼 真佛不生亦不灭 真佛光明清净 所以我们要修行真佛 真佛永存 一点点妄想也无的时候 真佛就现出本来面目 只有努力精进的思维修持 稳定地朝着真佛而前进 即会成佛 觉悟 政治 正觉 等 自己觉悟了 这才是人生真正的价值及意义 自佛标的脑纸 是否作者文集167 靜听心中的序域 让生命的梦想增色增灰 感恩师父的传法 交持 感恩师父的传法